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就来看一下台湾的违建到底怎么了 什么是违建 依照违章建筑处理办法定义 只要是法规适用地区 新建没有经审查许可并取得制造 就是违建 像这样的顶楼加盖 阳台外推 旗楼外推 夹层屋 全部都是违建 当台北的经济快速的发展 人口快速的移入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建筑法规 没有与时俱进到去应对这些变化 这个当都市的居住空间不够 那很多的 大家最常见的顶楼加盖 这种东西就开始出现 顶楼会加盖 农地也会盖起工厂跟豪华农舍 保护区也会盖民宿 这些不符土地使用分区或非法新建 全部都是违建 那只要是违建都会拆吗 没有标准答案 各县市依照不同的分建连线 将违建分为新违建跟寄存违建 台北市以84年为界限 新北市则是以98年划分 新违建裁 急报急拆或拍照列管 年限以前的寄存违建 除非涉及公安 否则多半缓拆处理 变成万年违建 以双北市来说 违建总数高达26.6万件 真的拆得完吗 违建增加的速度 其实确实是比拆处的速度来得快 那在新北全部非涨建筑目前是18.5万件 应该要进行拆除的这个是1.5万件 那在98年之前的就大概是17万件左右 那新违建目前我们累积的代拆数量 大概是3万1千件 这边公安权的定义就是 一个就是顶价二成 一个就是大型的 面积300平方公尺以上 一个是妨碍消长救灾 每年的拆除执行能量 大概是5千件 那这5千件当然还包含民众自拆 老实讲没有办法处理完 真的没有办法 我们不要讲说盖新的 就是救人要去处理就很难 因为其实救的有很多就是 你就是一家人就在那边 你也住了好几十年了 那你说你要去处理 那就会面积到说 那他们怎么居住的问题 我们怎么样确保我们居住空间是安全 这个才是违建问题的核心 那我们不能够以这种 一种很僵硬的手法去说 反正只要是不符合于 现在建筑法令的全部一概 就是以拆作为解决 第一个现实上拆不完 第二个就是 现在大家所诟病的 其实是违建的处理程序的问题 在处理的过程当中 很多人觉得不够公开不够透明 好像是有关系的就没关系 没关系的就有关系 好像安全不是最重要的着眼点 而是谁能够找到有利人士去瞧 他的房子就算再危险 你可以保留下来 听起来明代官说违建 似乎是一个关键 接下去我们再来听听 地方议会是如何讨论违建问题 我觉得你要给厂商宽限起 不是说你要加水加电就是要让他们倒闭 又让他们不能生存 没有关系 你不能保证 我就带厂商去找市长 我来跟其中说 没有啦 你要拆了之后也不是我的事 跟我批示 对不对 人家已经有在勤命了 我只是这样跟你讲 台面下一定有太多的政治的压力 这些有违建的住户 一定会集结各种利害团体来施压 所以这种情况长期下 也就变成政府其实他就是怠惰不去处理 既然有原则那就必定有例外 那什么是原则什么是例外 这就成为一个在解释上面 可以去介入的空间 违章建筑正义处理委员会成立之后 那个拆除的案件就比较多了 以往可能就会找一些名义代表啦 或说其他的因素来干扰我们的拆除 所以我们现在审查的317件里面 维持原处分就有302件 有相当高比例还是维持原处分的 两周内就是排拆 觉得这个是相对可以比较解决分争的问题 不过这个违建争议处理委员会 他未来势必要面临到一个 如果案件太多 超过他可以容纳的量的时候那该怎么办 官说影响的不只是拆除效率 也让很多争议为鉴在压力之下被合法化 本来讲好的是应该工业用地 结果政府也可以因为他被使用成住宅 使用成非工厂 那因为这个新建的成本就是违法新建的这些人 他投资的成本很大 然后他给政府的政治压力 他其实就变成在这个部分让步了 让民众其实有一种去尝试违法 因为你认为其实前面有案例可循 你这个违法其实撑久了 就会合法化的这种心态 大家如果觉得遵守法律 你反而得到利益会比你违法 相较之下是比较少的 大家可能就没有遵守法律的动机了嘛 除了关说 违建处理另外一个困境是 拆除预算跟能力永远不够 我们现在在违建坑是有六个驱队 六个驱队的员工有65位 大概一个驱队在11位平均 那年度的预算大概都是 历年来近年都是每年都固定800万 但违建就是它的这个规模大小 还有拆除的困难度是不一样的 但我们基本上都是故宫拆除 那平均大概一件跟民众收贵平均 平均大概是5000块左右 造成了这个所谓的大火 然后六人上升的这样子一个悲剧 那种建筑物本身 它可以是OK的 只是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出问题 然而以我们现在主管机关的稽查能量 其实我们没有办法掌握到 全台北市这些建筑物 尤其是公众使用的建筑物 它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隐忧 如果这个在发现天平两端 一个就是人力跟兼费 一个是民众的这个生活 生命财产的安全比起来 那个当然是这个人民的生命财产 建筑的安全绝对是最重要的嘛 钱不够人不够 违建猜不胜猜 地方政府为了公平原则与行政效率 相继针对违建抢猜收费 这个能解决问题吗 过去这个让人很诟病的就是说 因为很多的违章 那个大型的违章 而且有利息明显性的这个 公共安全的违章建筑 我们去帮他拆地主 但不用负担任何一毛钱 甚至有一些在拆除之后 他还立刻这个兴建了 之后再到现场去勘察 其实业者都已经故宫自行拆除了 那这个就是收费制度条例的效应 假如民众自行拆除 那市府就公部门不用再派公 去做一个拆除动作 那假如是市府经常拆除 会变成实际的拆除费用 那就是由行为人去买单 那这样子也算贯彻公权力之下 那也落实了一个公平正义 哎呦 跟你说 这违建 他讲的还是国耻 违建是国耻 双北四都大动作希望加速拆除 甚至喊话中央 希望修法以罢代猜 更务实地面对违建问题 但言以来质疑 此举是否会变相助长违建 从某个角度就是变相助长违建 大家就来 大家来违法看看 就是我去增加隔间 去增加违建 去增加这个顶楼加盖 我是不是也可以以罚代猜 甚至透过政治力来争取它 避免拆除的一个权宜的管道 违建可不可以用罚环 以罚代猜 好像违规使用也是罚环 罚环处分 违建如果是被查到 就是罚环一直罚 罚到他愿意拆掉为止 违建你没有罚钱 只是拆 拆有些人都读你 我今年会被拆到吗 那么多违建什么都会轮到我 因为有这种期待就不怕 你就是变成说 你今天有违章建筑的时候 我通知你改善 就执行拆除 你了不拆除 我可能就是按照你面积构造 去进行一个裁罚 那相信在裁罚甚至连续处罚之下 那民众一定会觉得说 他到最后两害相前取其亲 那他可能到最后就会 选择说自己把他拆除 我们是希望能够补足这一点 那这样的话会变成多管齐下 那相信说 除了二子新违建的产生 也希望违建有全部消失的一天 台湾社会对违建的共识 就是不要再有重大意外发生 但要怎么处理 政府应该有更明确的态度 看完这支影片的你 也可以想想 你希望政府怎么处理违建问题 欢迎在底下留言 分享这则报道 自由最新闻 我们下次见